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降景投资》 前两天台股经过适度的量缩 强势整理之后 今天往上走高 不过今天成交量 目前来看是2700多亿 依然低于3000亿 所以今天不是漂亮的攻击量 它不会全面的大涨 所以今天有些股票 我会做适度的减码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股票操作 讲来很简单 就是说低档要会买 那高档要会卖 这个流程相当的重要 但是能做到的好像蛮少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盘是一个脉络 从这一天开始 经过回档修正的台股 来测试2月2号的缺口支撑 给你两次的低阶机会 很精彩 低档要敢买 那高档要会卖 3月5号 整理盘 接近2月2号缺口支撑 站在买方 第一次 上礼拜二 再度的回撤 缺口支撑 再给你一次上车机会 所以第一档买完之后 当然自然会拉出中长虹 中长虹 经过两天的量缩强势整理 我说这个盘还会再涨 今天当然有涨 今天盘中涨了88点 那盘式的一个架构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量价结构 既然不是全面的攻击的态势 该减码 我当然会做适度的减码 那该续报的 当然要续报 对 轮动轮掌的架构 当然没有改变 希望清老师这边 所给你的全程的操作 你可以同步来带到 今天敦态还是很漂亮 再度的亮灯 1234是个灯 那最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当然是这一天 3月9号礼拜二 太重要了 那一天 第二次回撤缺口支撑的一个位置 你又买的超过五成 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可以像敦态那么洗礼 但是从敦态的一个走势 你可以看出盘的一个架构 多方所掌控 大盘当然还没过高 但敦态早就过高了 敦态早就过高了 上礼拜就领先大盘创新高了 所以这是一个多方结构的盘式 所给你的一种解读 所以行情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希望你要好好的跟紧一点 当往后的震荡过程当中 哪些强势基础股 是你再度跟我滴接的时机 你一定要把握 音乐获利年成长11倍 这么棒的基础股 相信清老师 对他基本面临一个解读之后 你一定敢重压 就像你在投资任何商品也是同样 你会随便买吗 比如说不动产 你会随便去买一间房子 不管他吗 不可能吧 你一定是精挑细选 各方面的比较之后 你才决定要出手 投资这间房子吗 是不是 选股也是一样啊 价钱投资概念的一个标的 党党都是基础股 不是基础股我不会带位买 这是我给予会给你承诺 所以这档敦态 你看一下 音乐获利年成长11倍 面板驱动IC的 那面板的报价呢 不管是在我的一个脸书社团 还是在我的 这个解读 你只要是你面成员 你一定看过 我对面板产业结构的分析 面板的报价 2月份报价 叫医院扩大嘛 跟医院比较呢 翻倍 所以既然面板的一个售价 是翻倍的情况之下 那面板驱动IC的敦态 获利当然会大度的成长 11倍 不是只有 一倍啊 不是只有100% 是1100% 这么棒的获利 回档修正 来到8天的转折 买点 你不敢买吗 你不敢买吗 如果 有我在盘中提点你一下 拉你一把 你一定敢进场吗 因为我的分析 面面俱到 从基本面的这个课题 选股方向 下去琢磨嘛 当他不管是出现 所谓的转折买点 或者形态上给你买点 你跟我下去做承接 安全可靠 又有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3月9号礼拜二 上礼拜二 多么关键性的一天 再度回撤支撑 大盘给你的策略 买股票 买什么 买敦胎 敦胎是其中一档 我趁他回党 对八天转折 所以当天你跟我买在96.8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股票就看回不回了 多么重要的一天 所以上个礼拜二 敦胎96.8买完之后 当天就赚了快5% 将近半根嘛 隔天开高走低洗盘 还是在平盘之上啊 所以你跟我买在礼拜二的相对低档 你是不会怕礼拜三的开高走低的 是不是 但是如果礼拜三 短线的高点 你去凑热闹 那礼拜四呢 你可能被洗掉啊 你可能在这平盘附近 好像不太动了嘛 那你又追在一个短线高点嘛 你很容易在这个位置就被洗掉了 那接下来呢 四根掌停板就跟你没有缘分了 所以 一档股票的一个架构 如果从低档区 做到高档区 那需要专业的实力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个敦胎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二太重要了 96.8当然回不去了啊 因为它好不容易受到大盘的一个 修正影响而来到相对的低档嘛 八天就要废次系数的转折嘛 所以既然转折向上 96.8要敢跟我卡位 卡位完之后 大涨4.6% 礼拜三开高走低洗盘啊 还是收在平盘之上啊 接下来礼拜四 你就看到第一根掌停板 那礼拜五呢 第二根掌停板 那这礼拜一当然还是继续亮灯 礼拜二今天 再度亮灯已经148.5了 从96.8到今天将近150块钱 有没有超过5000你自己去算 你继续算啊 金老师有没有帮会员真的赚到四根 相信我的会员 全国的观众你看得很清楚 真的赚到四根 当时候我买敦泰我没给你看白 上礼拜二啊 盘是很多人很悲观啊 看这个整理盘 好像要下来了 那是你的感觉嘛 你的感觉 会导正你正确的投资方向吗 一般来讲是不会的 平感权如果我做股票购到大钱 这样大家都是大富翁啊 是不是 所以操作股票没有那么简单啊 所以这个 敦泰在上礼拜二最关键线的时刻 我没有给你盖牌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来看白 这档股票我是公开的啊 展示在全国观众跟会员面前 对 就怕你不敢买啊 是不是 公开给你的啊 就买在96.8嘛 买完之后 冲上去了 冲上去了 到今天位置 有沒有 57% 这位置重不重要 嗯 重不重要嘛 太重要了嘛 秦老师就是帮会员 抓住一档股票的相对低档 做卡位 所以 架行投资的概念 是带你赚涨停 不是去追涨停 秦老师有没有这个实力 嗯 有没有这个实力 带你赚四根涨停板 不是敦泰涨停了 然后呢 看到他快亮灯了 然后莫名的 不自主的 带会员去追那个涨停板吗 其实那没有意义的 当一档股票冲上去了 冲出去了 如果你们的分析师 告诉你去追涨停 你又看到 哎 涨得蛮多的 你敢重压吗 你敢买吗 你敢买吗 有没有买在关键性的一个位置 差别就会差很多啊 等他冲上去的 去胡乱去追的 买一张 对 跟我们买30张50张的 那个绩效差几倍 那个绩效差几倍 你敢重压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啊 刚要发动的同时 这个位置下去做承接嘛 你才有办法 真正的赚到四根涨停板嘛 我有带你去追吗 嗯 我有带投票你们去追 任何一档股票吗 包括被动元件的凯美也是一样 一样是上礼拜二啊 3月9号礼拜二啊 趁他回档 只要再低档啊 我刚刚要站在买方耶 不用等他黄金交叉啊 低档来到这个缺口叫支撑 营收到度成长一倍的肌肉股 你不敢低接吗 你不敢低接吗 是不是 很关键性的时刻 我带你买 买了之后隔天就开始亮灯 凯美啊121嘛 上礼拜四又涨了6.2%以上 礼拜五波段高两成了 黄金交叉了嘛 对我领先指标两成啊 不是吗 上礼拜的位置凯美 做承接还没有黄金交叉 如果你是看指标在做股票的 等到黄金交叉你去买的 落后我两成啊 接下来你的空间就不大了嘛 所以整个凯美的一个架构 礼拜一昨天又红K棒波段高24% 经凯美把党 卖在137 大概三成利润了 为什么要卖 我认为上去的一个架构 从这种量价结构 没办法过千波高 那就先卖一趟啊 这是我今天的动作啊 来对时对价一下 9.36分的凯美 0千波高嘛 137附近先卖 经过两分钟 几块钱 138 你去对时对价 137保证定成交 我今天把党在137 凯美 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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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盘的凯美的位置呢 尾盘跳上去 平盘134.5 今天最低是130 5万卖在早盘的137啊 那到今天低点呢 差了7块钱啊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嘛 你自己看收盘就知道嘛 所以操盘的一个节奏性 你所看到的清老师 给予会的一个义务 不一定是最基本的嘛 把会人带进一档股票 当然要有责任把它带出 落贷嘛 不然是赚钱配件 总是要一个出场动作嘛 操作股票一买一卖 决定你输赢啊 所以你看我节目过不过瘾 有买点 更会有卖点啊 这些我带给予会的 一个整个完整操作流程嘛 你去可以 跟其他的一个节目比较一下 到底清老师所呈现 节目内容 跟其他分析师所呈现的 哪边不一样 哪边所带给会员的 才是真实计较 你看不出来吗 国际这档被动元件 上礼拜四 第一档三天转折向上嘛 买在547嘛 547买完之后呢 会来到568 又来到583 昨天礼拜一亮说抗跌 红K棒 我说还会再涨 今天国际呢 也会再涨 来到破断高啊 我卖在584啊 会员你都可以对时对价 946的国际 583附近先卖一趟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584啊 你去对时对价 今天国际就卖在584 37块钱的利润 落贷 过不过瘾 从上个礼拜 第一档三天转折的买点 几块钱 547嘛 买啊 那今天呢 584卖啊 这样一买一卖 不是37块钱吗 买1337万 落贷啊 才几个交易日而已啊 所以该把档的 清老师绝对不手软 是不是 所以整个国际的架构 目前是579啊 收盘是579啊 所以卖在早盘的高点 584 OK吧 清老师会 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你放心好了 不管你什么时候 参加我的行列 你都可以享受那种 对时对价的感觉 那叫做快感 怎么低档买的 怎么高档出的 如果你以前跟的分析师 是办不到这样的境界的 希望你 思索一下 清老师 这边的一个操盘能力 跟操盘节奏 不管你参加普惠啊 特惠啊 尊容 都同样 只要我在电视上 所秀的抠讯 跟你收到抠讯的时间价格 就是一模一样 这是我可以 目前你还没有参加 现在我会员行业的一个观众朋友的一个最大的承诺 我说得到一定做得到 所以今天的被动元件我全部都拔档 台美卖了 国际卖了 华星科我今天当然也拔档啊 来到波段高的一个华星科啊 好不好卖 嗯 我常跟你讲嘛 我最喜欢在什么情况 买股票 就像上礼拜二嘛 台股 找盘击杀 那个是来到支撑的一个很好买点 你敢进场吗 一般投票 是戳在等 我等在买 因为我看有嘛 你对我做 更猜 真的很猜嘛 那当今天的凯美 来到波段高 濒临前波高 我认为量价结构 我没办法一次就过 不要啊 国际今天也是来到短波高 华星科今天也是来到短波高 一个口令下去 全体会员 很容易全身而退啊 是不是 所以整个华星科 我今天一样卖在263了 不管你买253的 还是242的 每一笔单都赚钱 因为今天来到短波高啊 之前这一趟超过30块钱了 回顾一下 高档 有没有告诉你284要卖 接回几率很高 当天卖完就给你做预告 284卖掉的华星科 达到253差了三十几块钱了 按规划 我已经做了接回动作 秦老师脸皮没那么厚 我不会告诉你说 我是242才接回的 没有 会员很清楚嘛 我们253就做接回了 因为已经差了三十几块钱了嘛 是不是 253接回的华星科 当他股价更低了 秦老师只是 是尽我分析师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告诉会员 告诉电视机的观众 这张股票未来他会怎么走 我当下怎么看 所以当华星科来到21.5 我说指标在低档了 等他黄金交叉 他就往上走高了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 现在又是上礼拜二 3月9号 我说既然快黄金交叉了 当天 当然是一个买点 买进了位置 当时候新卫元 242再度低接嘛 没有错吧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那接下来真的黄金交叉了 真的拉出中长红了吗 是不是 来到261 那礼拜五呢 短黑黑棒 我说还没展完 缺口会过的 缺口会过啊 昨天你掰 看法没有改变 量说抗跌的华星科 中继还会再涨 是不是 那今天呢 今天来到短波高啦 有没有再涨 昨天的分析 有没有油盐在耳 今天的股价马上印证 像老师的一个实例 是不是 缺口过了啊 过了我就卖啊 答正啊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全体会员来对价 我们今天是卖在263 9.54分的华星科 263附近卖 经过一分钟股价在263.5嘛 你自己对时对价 263保证定成交一定卖得掉 这是我今天拔档的动作啊 收盘是259啊 所以呢我当然又卖对了 你不用记望千老师会卖在最高点啊 我的相对论的一个操作 一定相对低档买 相对高档出 这是我给予会员 我办到的一个事前的承诺 所以今天被动原券把他档 把他档的一个之音 当然是为了准备买下一档 不然就是等这些被动原券嘛 有更低点的同时在做结尾的动作嘛 操盘的节奏性 我解析的相当清楚 你是会员 我怎么带进的 我怎么带出的 我有没有全程的公开我的折讯 来跟会员对时对价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多会员在办 序约跟升级的动作 绩效证明一切 没有绩效 而且是真的绩效 其他都是空谈 我的操作呈现了 就是带给会员真实的绩效 你看其他的节目 哪一位分析师 敢秀出他们全程 带给会员操作的折讯 买点 有没有秀出时间价位的讯息 卖点 有没有秀出 所谓的一个时间价位的讯息 没有 其他节目你应该很少看得到 因为要走到这样境界 真的很难 如果秀出买点 结果又跌下去怎么办 怎么办 落差 如果卖掉股票要涨上去怎么办 又招了一个高 建老师不怕你印证 华欣哥我253就结毁了 后来有更低点 我一样告诉你 242一样可以站在买帮 今天来到破断高 你跟我们的会员 不是都皆大欢喜吗 是不是 大家都 躺得翻过的感觉 是不是 所以未来行情 你还不晓得如何操作了 建老师欢迎你直接加入行列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第一个现场 欢迎回到节目第一个现场 华逊今天在座亮灯 创下破断新高 建老师 也有没有能力 带你转涨停 而不是带你去追涨停 那是没有同样的感觉 当时候 华逊还没涨的时候 84接回 3月3号 隔天还有更低的位置 我说83.1 一样在座低接 接下来呢 3月5号 开始翻红了 不跌 不跌之后呢 3月8号礼拜亮灯 是不是 礼拜亮灯完之后 隔天回档 我说还会再涨 所以86.2再度低接 回档 再买 买了之后隔天又涨了快7% 上礼拜是盘中亮灯 昨天礼拜又多了6.1% 那今天华逊呢 很不客气的 已经来到110 对 涨停板 波段新高 将近四成 既然是选的股票 基本面就是那么棒 2月份的营收年车 让你高达286%的滑汛 当时就告诉过你 它的基本面很强嘛 所以这个位置你跟我低接的 如何创造38%的利润 嗯 价钱投资节目内容 党党所呈现的是极有股 你第一个时间来跟我卡位的 你可以扎扎实实的赚上去 因为是相对低档买的 是不是 买了之后呢 开始亮灯啊 真的带你赚涨停 不是去追涨停 好不好 另外这档精彩 基本面自己看 去年获利年成长8.5倍嘛 趁他回档修正啊 来到破端低点啊 收脚止跌了 大胆低接 当做最低162.5嘛 3月9号再给你一次机会 打下来嘛 要不要再度一个上车 最低163.5啊 当做166低接嘛 盘中拉高172 上礼拜三 短撑守住大有可为 对不对 隔天 红鸡棒嘛 补量就可以上工了 那这几天呢 很可惜的他量的 没有出来 但是这个量说 让精彩股价抗跌的很漂亮 所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精彩只要补个量 他就上去了 他目前缺少是一个动人啊 所以为什么要跟你分析量价结构 因为他跟股票的涨跌 有绝对的关系啊 所以这档精彩 你买在相对低档的 不用害怕这几天的量缩强势整理 基本面的架构如此的量力 只要一量的出来 股价当然要反应基本面 他很容易涨上去啊 这档红杰科 1月18号 137.5低接 上去之后回档149低接 2月1号 2月22号 170麦 之前的操作很精彩 两次低点带你进 高点170带你麦 昨天回档修正跟你预告 拉回打第二只脚是买点 因为他的基本面 每月一周年成长高达两位数字嘛 所以整个洪杰科的架构 今天有没有拉回 今天大阪不是涨吗 那为什么他会压回 个股的走势 有他既定的逻辑 不然从量价筹码形态 你可以事前的做研判 所以为什么昨天跟你做预告 洪杰科拉回打第二只脚是买点 他今天有没有拉回打第二只脚 有还是没有 什么事讲在昨天 让你印证在今天 既然拉回打第二只脚 今天按计划做接回的动作 来对时对价 9.41分的洪杰科 按计划145以下接回 当作价格在1.44 你去对时对价 低接 接回之后呢 盘中翻红 最后庆老师的一个操盘节奏 所以未来行情 还不需要如何掌握的 希望你即刻参加庆老师的行列 从明天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对时对价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